哈囉,大家好,我是麗玉婷 我在WebTV Asia的網路紅人誌 我以前的夢想其實是當藝術家的畫畫 不過後來沒有讀是因為算是父母反對吧 我現在應該算是演員吧 對,然後主要的工作是拍戲為數 就是拍短片啊,Tops啊 我會覺得我不像 就算別人說不會啊,你很像啊 但是我還是覺得我不想像 因為你像那個人的話 你可能去試鏡或是去哪 就是人家就只記得你像的那個人 就他們永遠都記不起來我叫你原來 有一陣子我好像是我試鏡很常被打牆吧 還有曾經就想說還是就不要不要再去試鏡不要再走 真的被打槍過一陣子之後 然後可能剛好又遇到一件有貴人或是幸運的事情 然後就讓我覺得其實就是可以的 就是你再堅持一下就好 就熬過去就是你了 對,我覺得要熬過去 如果那時候我就放棄的話可能就沒有 我高中大學就很常被人家說看起來很難相處 我不笑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應該是我不會特別去笑 就是但是 但是以前啦,以前比較不常笑 然後我也沒有怎樣 可是就是人家看到都會覺得說 你爽什麼 很多人都是認識我之後 就說欸你們想到你超人好 人超好相處超好笑的 然後他們就說就是你的臉就是不笑就是很爽 對,所以後來我就是聽到很多人這樣說之後 我就開始比較常笑 其實我很害怕我去店裡的時候很多的客人都會問說 那你下一個月賺多少錢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對,就不熟的 完全不熟的 就問我一個月賺多少 或是那你一個月花多少錢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就是 很誇張這樣子 我去幫忙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你看你女兒可能沒事啊 所以可以來幫忙這樣子 他們就可能會跟我媽說 你看就是你讓你女兒白念大學啦 就是大學念完 還不是到時候要來兩面店幫忙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生氣 就是 怎麼可以用一個學歷來衡量 就是工作的感覺 我其實現在最希望就是 可以拍到一個代表座 就是拍到一個屬於我地的作品 就可能人家看到那個作品 人家都會想到你 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是記得我的名字 不是我有別人的意思這樣 我是林玉婷